绝对的理配 哈喽大家好 今天随便吃一点成绩 今天我们在杭州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那今天晚上去拍的 主里据说弄了一个什么 988的一个什么天花榜上榜 那日照蜘蛛的东西 600多的700多的我们都吃过 那900多的我们确实还没有吃过 那988的日照蜘蛛 究竟有什么东西吃 具体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就抱着学习这个心态 去见识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到 老过一句东西上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吃拍 首先他们家的话 整体黄金我觉得是没问题 那家旺科里还是家屋 旺科中心那家我们去过 就他的装修风格 就是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家的话基本就是包厢 和一些吧台位置 服务这一块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各方面都挺好的 那这个位置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预定的时候人家跟你说是客满的 你若是一个人的话 来了几年处吧台为之 那今天我们到现场的话 就刚好有别人那个包厢不要的 然后我们就做包厢了 但是以我现场看 有可能是我来比较早 那以我现场看的话 他们家包厢就整体的那个客座率的话 并没有那个就是 如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满 那实际具体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吃完一半再稍微瞄一眼 我觉得有可能会不会就是 电话里面跟你说的是 我们是满的 但是实际上它就是美满 弄那个什么 什么饥饿营销 那今天我们来的话就吃那个988 988跟我们之前吃那个788的一个区别 就788你可以看之前那个视频 988的话说白了就788里面有现一份的 就变成无限量可以认电的 比如说这个大的牡丹虾 这个尺寸就788的话好像是现一只 那这个的话它就是无限的 相比起来就多了那个塔记冰淇淋认吃 那塔记清酒的话他们这边也是有的 但是它有限制就988里面唯一有限制 就是塔记那个清酒 塔记45 我看那个iPad里面写的喝不出来 反正我也没喝 限制的话就是100毫升 一个人 就你看这个丰富程度 甚至那个龙虾是生 他们家都不太配放在那个988的那个菜单里面 988是有单独的一张菜单 其他的东西就是在iPad里面点的 但是他们家上菜真的是欧北上 害我在那里刚才认真点点点点点点 点到最后跟实际上的就是多少有点出入 包括就是有些菜品的话 我们是没点的 但是它还是会给你上 像这份鱼的话我们还没点 它就是会给你上一份长寿鱼 这桌子实在太小了 先把这个大盘子给解决掉 我们上次吃的一模一样好吃 鱼味很浓而且肉感很嫩 我们上次在那个秘影看到那种线 这条鱼也是有的 所以应该这是装正常的 你看它的盘子真的是巨大一个 你看它的盘子真的是巨大一个 你们家这个是Angelo的哪个位置 Angelo的哪个位置 对啊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 这个无所谓的 这个无所谓的 加了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鹅干 然后还有一个是柠檬泥 柠檬泥 柠檬泥的话它是有腻的 讲道理啊 其实应该是海胆好吃一些 就中间夹海胆的话 会比鹅干好吃 因为从口感上来说 那个牛肉熟了 是热的 鹅干也是热的 就没有那个差异感出来 所以它夹了那个牛泥 所以吃起来的话有点酸酸的 靠的小青龙 那这个的话我们要了两分 它只给上一分 所以就是 所以他们家上菜就是 薄味上的那种感觉 哦对 那他们家就是网上的话 它限时两个小时 中午的话 就是你11点过来的话 可以点单点到1点20分 然后吃的话可以稍微久一点 就大概是差不多两点 刚才人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 人家说的 当纯吃这个肉质 虚温不出来是鲜活还是冰鲜 因为它烤的很过 而且他们家那个酱什么的 不要太过温 但是龙虾这种东西 它掩盖不掉的是它的虚虚 就这个位置 就新鲜的话 它肯定就是鲜糖 它糖的那个程度 其实没有那个鲜活龙虾那么好 那所以我觉得吧 就它这个龙虾 大概率啊 冰鲜到鲜活之间 1比2火腿 这个我也没点 就留上了 好吃这个 上面应该是加了一点那个 有点像面包水 长脚蟹 它下面这块应该是块热食 我刚才拿过来的时候 会淋点那个米酒进去 把它盖子给盖住 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酒香味 先试一下它上面这个 像它这个的话只能说没太大的问题 肉质口感很好 但是稍微就是鲜甜味稍微丢了一点点 你好 你好 这个线下有没有那个醋的 对 本来是有的还是本来没有 好 就在这个蟹脚里面 全是肉的 我就洗了个手 顺便看了一圈 稍微有点肤浅 但你家上座力气是90%以上的 就周商的中午还有90%以上 但我觉得是已经挺好的了 全蟹肉 嘿嘿嘿嘿 水果这个的话 他们是提供这些 tomato的弟弟 柿子 黄帝虾 就说白了就盐烤虾嘛 只不过尺寸跟品种什么的 都比较大一些而已 那像这种尺寸的黑胡虾的话 盒麦里面有麦 价格不便宜 肉热糖性特别好 只不过鲜甜味的话 可能稍微比较菜点点 先来这份 它这牡丹虾是拿市场上最大好的 但是用的是白牡丹虾 就你看 它所有牡丹虾的品质跟尺寸 基本都是拿市场上最好的 像这个尺寸的牡丹虾 我在当年店吃过 应该是80一条还是多少钱一条 大概是这个价 那他们家肯定是批发 那成本肯定就不用这么贵 可以明确说的是 这个牡丹虾的那个鲜甜度 跟它的糯感 要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 就正常吃的那个牡丹虾要好 平时一只手能抓四个虾 那今天的话只能抓两条 这两坨的话就龙虾肉 那这个的话就常规的那个上文鱼呢 这个的话四百多在他们家就可以吃到了 他们家上文鱼这个分量 这个厚度就是巴不得 直接用上文鱼把你肚子里面给喂饱 因为有可能 就以我们今天吃的所有东西里面 上文鱼是最便宜的 奇怪 我店的是大腹和中腹 那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比较像那个中腹到天生的那个位置 除了这个东西 那其他东西全都是我们等他东西上完之后 我们才把信息拿出来的 我要的那个金像鱼是在这里 那这个的话就是双将 中腹 天生 吃起来的话 一就是大腹最好吃 新鲜熬下尺寸的话 这个尺寸是中最大吗 我记得不太是 那是品质什么的 肯定是没得说的 生蚝这一个 有一个好看一点的 那他这个的话 百分之百不是国内 也百分之百不是美洲 也不是韩国跟日本 南非的话 它的肉质也不像 那所以排出来排出去 可能是欧洲的某个国家的一个生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肉质跟那个法国生蚝很像 但是可不太像 生蚝的脆圈就什么都要得 有一点点 其实那个腥味很快就消失掉了 海南的话 他们家虽然是中一般一般的 但是看着它这个品质还可以 就蚝蚝这种东西 并不是说所有的蚝蚝都不行 就有些还是可以的 你也得看名字了 你好 我们是刚吃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给您做个小课房 反正我们今天菜品和服务 没有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 可以都给我们提建议的 要听实话不 实话就是你们家 点单跟上菜这个 就是东西什么的乱七八糟上 这也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菜太乱了 没有点上到你 不是就比如说我点单点的东西 有些可能就是量会比较偏少 然后有些就是有些菜品我没点的 他就会上 没有点的也会上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上菜这个乱七八糟 然后我问一下就是 你们家那个中午 如果我吃400多的话 用餐时间是多久 中午都菜时间都是一样的 然后您是哪个套餐 是他时间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对他就是煮菜不一样 就包括中午的话 周一到中午的中午 除了节假日 他就是三酒吧 四酒吧 七酒吧 跟九八吧 那用餐时间是多久 十一点到两点 十一点到两点 对对对 那往上的话只有两个小时 对对对 就中午的话稍微会比较放松一点 对对对对 因为中午时间长嘛 然后比较长的话 肯定一个半小时进步过来了 所以就直接延长到三个小时了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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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没什么了 那下菜给你上齐了吗 所以就是 没事没事没事 我需要我再点就行 但是 但你们要给顾客说一下就是 你这些菜我都已经给你上齐了 你要再重新点就行 反正的话有些顾客会觉得就是 某个东西我还没上齐 那我就一直等等等 等到最后 那我到底是重复点 还是说我去等那个菜 就很好的 明白你那意思 对对对对 如果上齐的话 那个他一定要跟你说你好 今天顾客菜也上齐了 如果他有需要加持菜 你还在里面留上 你可以再继续点 好你都好了 对对对对 后面没有说这些是什么 对对对对 多去跟顾客交流一下 就会好一些 个别的话 还是有达到1号的那种尺寸的 虾太大 一枝放在下 你要分去分走 哦好 没事没事 再把龙虾肉给堆上去 绝对的领配 嘿嘿嘿嘿 这你怕是怎么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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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错 你一定是做的 什么事情 有趣 你 Begin了 你这是怎么办 你不是怎么办 你这是怎么办 我不是这么想 你不得找你 你这一方面 小心 你怎么办 它们家的柠檬又苦又爽 还是得加一点 哦 这个就说是吧 给我看一下 哦 四五 对 这是塔吉斯五新生 就是新研发的1分9 好的 它不就跟那个白酒一样吗 只不过没有白酒那么厉 赶紧吃 吃完后来就赶飞机 4点多的飞机 现在是1点半了 本来今天是美酒要拍的 刚好有个小伙伴 私信我说他们家店 有那个新的天花板 所以中午刚好都吃也空当当的 就顺路过来吃 那这个主寸的母男虾 按市场提发起来说 大概差不多1只是30左右 具体我没这么看 反正大概差不多 好 下到这个尺寸的成本价应该是50至80 好像是 为了解一道这些海肠跟这个鱼子酱 多靠了几个生蚝 对于说一样 他们在店的话 整体黄金是没什么问题的 主打的是一个主子的一个主题 那他们这个分店是比较包厢式的为主 服务这块的话 整体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东西扫上漏上跟欧北上这个问题 特别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店家需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店家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店家需要注意一下 东西的种类 到了这个价格 基本就是吃他那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食材 像我们说的那个烧鱼鱼 可能是今天吃的最便宜的那个食材 那基本上也没什么出入 因为他这个价格的一些装俗食材的话 大概有10来种吧 所以也就是你会点这个价格的话 基本你会吃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今天拍摄的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想了解他们家 400多吃什么东西 788吃什么东西 你就看我们上一期 之前的那一期食品热心 也是足利的 东西的出品 他们家绝对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食材的一个新鲜度 包括尺寸的质量什么的 觉得都挺好的 那他们家今天这个价格 这个出品这个表现 能不能算是天花板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那相比怎么样呢 那到了这个价格 我们不太会去讨论那些性价比 比较会去说的是 这些食材对不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那以今天体验来说的话 它是对得起的 因为它至少至少 对比市面上的一些600多的 700多的我们都吃过嘛 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品质的提升的 甚至呢我们可以说 当前日料的天花板 主理998元 一点毛病都没了 就你记住哦 用陈吉胜的 之前我们派出品的时候 用的是店家号称天花板 那今天这个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天花板 因为这种东西 你不用去管就比600多的 你700多的好多少 那是不是确实好嘛 那是的话 它就是天花板 它食材跟价格的匹配度 是在一个可讨论的范围之内 它又不像有些店 88块钱东西卖588 它这家店也不会说 988块钱的东西 卖到9888也不会嘛 所以整体来说是可以推进 但是看你的一个需求 我觉得正常人 正常的一个消费的话 不太会到这个价格 它食材跟价格 不会到就那种智商税的那种 卖这个价 它东西食材成本也是在的 那是不是你呢 看点需求 好了886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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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